我妈买的橡皮擦VS 我买的橡皮擦 你喜欢谁的呢 只能说不到黄河不死心 就差一点点就赢了 你说这小熊都是从哪里逃来的橡皮擦呢 再输下去 阿姨真的要退出江湖了 是不是看着很美味 哈哈哈哈 真不好意思啦 这回我是让国外朋友给我带的 能变魔术的橡皮擦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意外 这是我买的橡皮擦 这是我买的橡皮擦 看过可以吃的鸡 没听过可以擦的鸡翅吧 那今天就带你见识一下 哎呀这有点坑啊 这是我家的鸡经过七七四十八天 提量出来的鸡翅 鸡腿还有中翅 不过话说回来 擦了还老干净了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呢 我咱活了十八年 还不知道家里有鸡了 你看盒子是没有东西的 只要我巴拉巴拉变一下 橡皮擦就出来了 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 哈哈又不见了 老师想没收都拿不到 幼稚 让你看看什么是精致少女套装 不仅能玩又能当文具 乐了吧 让阿姨来煎个蛋给你吃 还有战鱼小丸子 冰淇淋球球 一人一颗 就可以分享给三个小伙伴了 这套装就算是男孩都会喜欢吧 那这可不好说呀 香香的甜品 才是人见人爱呢 说不定闻一闻 好事就能满分呢 后后一块特别结实 用起来嘎嘎抖桌子 重点啥口味都有呢 算了吧 给你看一个新奇的 五花肉橡皮擦 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油腻 切出来后更逼真 而且比菜市场卖的便宜呢 五块钱就能拥有四块 上课用了都不会觉得肚子了 真香 上次你买的积木橡皮擦都不好搭 今天我这个就不同了 形状都很特别吧 学习压力大了 拿来搭一搭还是很解压的 什么机器人啊 像日葵啊 只要你想得到的 通通都能变出来 你说这么有趣的橡皮擦 老师也不舍得没收吧 切 没有我的头子好玩 就算不用了 也能拿来和朋友玩游戏 此处点赞的小可爱 有机会获得三颗头子哦 小时候最喜欢玩大小 不过每次都猜错 原来尺子也能当橡皮擦啦 今天我又长见识啦 一年算下来 又能省下好几个一呢 再也不用买尺子 一物两用 而且又厚又长 用到老年都不是问题呀 就是拿起来有点废手 发死了 好啦 你喜欢妈妈买的还是小熊呢 想要的记得长按点赞评论